大家好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阿茲特克對上維劍人的一個比賽 那這場地圖的話是 路上遊牧 沒有海的那一種 那這場的話我們是 使用CA播放器來看這場觀戰喔 那如果不習慣的話 可以再跟我講 那我們來試試看使用CA來播放 那由於我也是 很少在使用這個 所以有些可能播放不太多地方 可能可以在留言區告訴我 怎樣不報或是拿些細節 可以看一下什麼資訊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兩邊選擇一個出生位置 阿茲特克這邊選擇了 偏11點鐘方向的一個中心點的位置 那這邊 這邊唯一建議是選擇了在 9點鐘方向 那這個位置離阿茲非常非常的近 好那陸地有牧 前面沒什麼事情喔 我們先稍微快展一下 這快展好快喔 好那這邊 快去拉豬來吃 然後陸地有牧是沒有海的 所以兩邊都應該是會先拉一條豬來吃 好避免斷村 不然就先吃個雞也可以 但豬是最好的 但這邊由於兩邊 位置都蠻近的 所以就會要趕快先把豬搶來吃 避免被對手吃掉 那這邊 圍巾還不錯 拉了一個靠近阿茲那邊的豬 然後出過來吃掉了 然後這邊好 蜘蛛也找到 那還有一條豬在下面 那應該都是會看到的 這個阿茲 很聰明喔 用一隻聰明去外面探險 然後看有沒有羊喔 那看到豬的話就把它拖回家 那阿茲這個距離有點遠 看會不會拖到死呢 還是沒有要拖呢 看了一下決定還是要拖嗎 好 射了 但是有點危險 趕快跑趕快跑趕快跑 快被撞到的時候再蓋房子也可以喔 這樣豬就會回去 完蛋豬是不是失誤 對 趕快蓋趕快蓋 哇這個細節 趕快蓋個房子或是木牆 就不會有事了 然後再射一下喔 如果再不補一下 他就會跑回去了 這邊細節都做得蠻到位的 那這邊拉到TG下 雖然死在外面了 但至少村里沒死 那也順利把豬引了回來 那算不錯 那我已經選擇下了一個魔物房 來吃這邊的山羊 那這邊也下了山羊 來吃魔法要來弄一些東西 那陸地遊牧的話 大家的配置可能不太熟悉喔 那建議是會有三個人木頭 或四個人木頭 建議就是三木啦 好 上城堡 上風箭的時候再補到十木 也是可以的 好 那這邊 順利的刺了三頭豬 那基本上陸地遊牧不太會去打一個 刺猴快攻喔 因為碰打有點長 但是要打還是可以啦 大概就是確定是 你已經先上了封箭時代 時代沒有弱太多的情況下 再去按肉碼比較好 因為這張圖其實是蠻好上城堡時代的 好 那阿斯克特已經點下了封箭時代 那村民叫二十三隻就點了 那這邊為驚人是二十四村 可能要到二十五村打一個直層 這邊挖石頭 確定了那應該就是二十五村 十層的一個想法 好 字幕也按了下去 那這邊肉的話 是不是有點少呢 好 OK 還行喔 這邊在研發了 但是這邊 阿斯克特已經順利要上城堡了喔 看這個肉七百三十六 黃金兩百 陸地有木直層真的是 很有優勢的一張圖 好 那這邊應該是會先 蓋好這個兵工廠 然後再一個 射箭場之類的 就可以升上我們的城堡時代 那這邊有點缺肉 只有三個人在海植物 有點尷尬 OK 看來還是 最後還是吃掉了沾咬的肉 順利點了封 城堡時代 然後那這邊 圍巾選擇下射箭場 然後看來是要稍微小圍 然後開始去做一個 升級的動作囉 好 OK 這邊升級 順利的按下去 兵工廠也按好 這邊 應該會是 圍巾 稍微會有點優勢喔 因為他這邊先上了城堡時代 看來這邊要選擇打兇 爆奴兵 還是要 直接 爆老鷹呢 看起來是要爆奴兵喔 這邊應該是看到入口 阿茲看到 對手 居然 在這個地方 哎呦 城堡時代趕快按下奴兵 一級射也準備好了 但是 圍巾這邊有優勢 只要一升封箭 輪斗就會有 城堡時代 也會直接送手回車 所以這邊 直層的話 對圍巾還是比較好一點 但是 阿茲這邊 三級也真的是蠻快的喔 兩邊都選擇下了 BK 要來打一個 城堡 快攻喔 來 看一下這邊 投車兩邊會投如何 兩邊都沒有開TC 就是單TC運行狀態了 欸沒有 那這邊圍巾 按下了TC囉 這邊TC出來 阿茲可能就會有點危險囉 我的頭到了嗎 哇 頭到一村 完美擊殺 OK 那這邊 阿茲想要打一個快攻 但是要找個POP來打 下面應該是蠻好的選擇 那個木槍蠻脆的 這邊打算要先拆 圍巾的房子 但是 哎呦 圍巾直接按了兩台投石車來防守 還是這邊阿茲的奴兵 已經生蠻二級射了 然後這邊來想要蓋房子防守的聰明 應該是二子 這個牆可能要爆了 這樣還行嗎 哎呦 趕快再補聰明 看我投石趕快跑 阿茲這邊已經選擇要這邊蓋TC喔 哇 這麼該的位置啊 這位置更香 樹跟黃金的 交叉處喔 我已經要挖木桶的話 就會有一點距離 這樣不太好 OK 那這邊 圍巾 這七隻小光還沒生奴兵喔 哇 現在才生下去 看看 還是這邊 圍巾人的 村民樹稍微領些 七村 OK那這邊 再射木牆 再趕快賭吧 蓋TC 你再想一下 人都要進來了 投石 哎呦 這個預判沒預判到 那兩邊的話 陸地有木的話 都是在一個偏重狀況 騷擾都是小島小鬧的 都蠻好守下來的一個狀況 那這邊 兩邊都打不太到什麼東西的感覺 但是圍巾是被 限制在住這個小圈圈裡喔 那待會要怎麼打出來 施主圍巾的一個課題了 雖然外面有奴兵在走 但是阿茲這邊 選擇 爆了一些 生旅喔 哇 爆這個生旅 想要撿很多遺跡 同時也可以防圍巾 如果爆馬的話 可以抓一下 但是這邊 圍巾是沒有爆馬的 這邊有在做一個小動作 想要把這塊附近給圍起來 會讓圍巾嗎 哇 這邊是點招降攻城氣阿 哇 他直接招掉了 完蛋 這個戰術打得好欸 哇 同時兩台都被招走 圍巾大虧 怎麼辦 圍巾怎麼辦 來 好的 城堡蓋好了 那目前阿茲選擇一個工程系遭享的一顆紀錄線 但是圍巾這邊66村已經點上了成 帝王時代阿 好快阿 這就是圍巾人的農曆嗎 阿茲這邊大爆金 黃金有1500左右 但是 TC只有兩個 這也是 血壓黃金 血壓過頭了 但這樣也好 除非一點黃金也是好事 好的這邊阿茲 應該是點下了 建築物招降科技 要來招降這邊房子嗎 沒錯 來招降了 摁一下摁一下 再招一下這個 冰工廠 冰工廠來研發好嗎 可以二級色研發好了 直接招降之後 低調房子走進來 看一下圍巾內部到底長什麼樣子 投車投一下 沒中嗎 有打到一點喔 插傷插傷 還行 奴兵這邊要不要放出來呢 這裡不知道有多少奴兵可以看 目前應該是七隻在裡面 這邊奴兵過來射一下 農田 然後想把這裡堵住 不讓阿茲跑掉 阿茲看到後面村民 想要來後面蓋房子 哇 被招走了 哇直接低調 裡面還在續奴兵 但是那還是偏少 通知車也不敢過去 因為通知過去可能被招降 因為經濟騷擾有點煩 但是已經順利點到了 帝王時代 強奴也在研發 阿茲這邊分數很高 但是經濟不太影響 到現在還沒點下帝王時代 唉唷這邊奴兵直接走出來問號 這麼投車 哇尷尬 投死車直接在後面投村民 投死一村 然後這邊奴兵 還沒變強奴 就全部送光了 完蛋 奴兵明明還有十秒才好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他這邊突然衝動了一下 要是他這邊再出來的話 這邊就全解吧 這個洞終於要補起來了嗎 所以民宿兩邊差距 是越來越大了 目前圍巾是落後七村 等著阿茲遲遲沒有補下第三個PC喔 反而是開始在準備自己的軍備了 然後在這邊 把門堵了起來 強奴開始射 開始修操作 彈倒雪已經有了 好先射死這個 這個生旅 爆出了自己被遭響的一個狀況 挖在這邊 TC又在蓋 你這個4TC 真是蓋爽耶 人家阿茲只有兩個TC 你蓋了4個 今年是兩倍啊 OK 那上面 看起來是不會有事了 但是自己的金礦有點難挖 情況這塊金挖完 似乎就沒有比較安全的金可以挖 只剩這一塊了 那只剩一點點 800黃金 這裡好一塊 暫時還可以再打一個交換喔 這邊奴賓 做一個射擊 想要交換 但是有生女在招響 而且還招到了 15隻強奴 要來打這個阿茲的奴賓 但是阿茲 打奴賓可能會比較稍微劣勢一點 因為他並沒有 三級 攻兵護甲 但還是可以打 如果真的要打的話 打不兵的話 奴賓還是蠻好打的 但是以奴賓交換的情況下 應該是不會想要再去出強怒吧 除非對面圍巾 敵狂戰士爆了很多 或是劍勇 這邊阿茲才會再繼續爆強怒 就可能 那一般來說 打圍巾的強怒的話 出個戰好就可以了 再把他升級強怒也是可以 但是就是會剛剛說的問題 就是防禦比較低一點 但是其實圍巾這邊 異防過沒升 看來圍巾也不是很在意防禦的問題 好這邊防禦終於在升異防了 那現在的Meta都是遠攻單位 先優先升完攻擊力 然後再來後升防禦力 那防禦 像今天的單位的話 就是優先升防禦 那遠距單位就是遠防 好遠攻 這邊一下城堡 兩邊都打得算是蠻保守的一個狀況 好那村民這邊不能經再採集到 趕快拉到左邊這邊 這邊蓋個新的防護場 然後這邊化學 下好了 這邊又要想來個破房子 招想破房了嗎 這邊努兵走得過來 阿拉茲這邊眼睛看到了 會怎麼去追呢 好這邊老頭先射掉 OK我們稍微加速一下 這兩邊打得算是中規中取的 沒有什麼太多 奇怪的交換阿 這兩邊一直想遇到對方 阿拉茲這個投車 這個投車 這個投車 要開始投了嗎 看一下這個操作 沒投 哇兩邊真的是各種畢戰阿 前面這幾分鐘可能會很難受 那這邊打算要開始拆TC了 但是阿拉茲這邊選擇了重頭加化學 看來是想要一網打進直接投爛 好那三級防上上去了 這個強奴就可以遠遠屌打阿拉茲特特的強奴了 看來圍巾這邊也是有做好這個細節的 雖然公兵的防禦不是非常重要 但有生還是比較好一點的 畢竟在跟對方強奴顧色的狀況下 所有的防禦欲 誰就是有優勢的 好那重頭要來了嗎 這個還不是重頭 這是中頭而已 阿拉茲是有重頭的 重型投石車 重型 唉唷這個投到就直接投入血流了 有沒有投出去 這邊投的車再來砸一下 沒砸到 好但是下面還在做交換 下面這邊想要搶點這個遠投 但應該是沒問題 弄兵法有點慢 這邊直接硬點還是可以點掉 哇怎麼突然不點阿 上面投車似乎沒有真的好處 把投車直接投掉一台遠投 完美 這邊上下夾起打得很不錯 這邊總統都投了過來 唉唷稍微砸到一點 再投一下 能嗎 唉唷 這個都會 啊倒了 這個要倒了這個要倒 唉呀 還是很虧 啊但是換掉一台那還不錯 換掉一台的話就不自己這麼虧 雖然還是虧了 阿茲這邊居然沒有打戰毛 也是蠻意外的 因為這邊打強奴 其實阿茲打戰毛是不會輸的 阿茲他的戰毛兵因攻擊力5加1 射程1加1 其實好像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不算差 這邊兩邊 一種就想要堅持使用打贏黃金兵 這種 喔那來砸一下 唉唷 直接把鬥 還有這邊有變散陣喔 因為全部聚在一起 所以才每次全倒 這也算是一個操作上的一個細節 上面這個提示應該也快受不了了 應該是要倒了 哇這對於圍巾這邊拆房子的速度 好無招架之力喔 算明是有差距 目前是圍巾若厚 大概二十幾村左右 但是阿茲看起來也沒有好過到哪裡 而且有點爆木頭 木頭已經快要三千木了 兩千九 三千大關突破 把風發掉了 應該是要趕快來爆這個農田 開始要轉冰了 那邊投資車 能投到嗎 哎呀 不知道死了幾村啊 哇很多欸 大概五六村有囉這個 好下面有再造一個新的TC 到處開發一下自己的經濟領地 阿茲已經點下了工程系製造所 但好像還不及好這個學院就要掉啦 哇 那工程系製造所這個科技 就沒有成功研發好了 那這邊 就少會少一個射程了 這邊 投資的話就是8加0 我已經在這邊是不是想打寶兵阿 城堡其實出的夠多了 可以考慮轉一下寶兵 攻擊已經開始升了 但是這邊馬房先升好 趕快先打一個騎士 先去殺這個工程器 這邊騎騎兵 所以騎的預計的是 沒有要打算爆騎士阿 只想用肉馬來做一個 稍微解工程式的一個想法而已 並不想把它當主力 看兩邊城堡都在蓋 這邊總可不可以投下樹呢 唷 投輸了 就想要走進去 哇這邊阿茲走進去的話 圍巾要怎麼守呢 裡面只有一個城堡 而且圍外圍家裡這片農田 完全沒有東西可以防守 這邊總輸進來 圍巾這邊騎兵也不甘示弱 這邊村民要趕快跑 村民宿只有96隻 欸為什麼圍巾的村民宿這麼少 蠻奇怪的齁 村民宿齊兵都在做交換 哇這邊抓到很多隻的聰明阿 聰明宿差距已經不多了 只差10隻左右而已 所以家裡已經讓他死亡兵兵 但圍巾的奴隸已經回來救 而戰士這裡他的遠投 長青青光射一下 完美 OK那這樣家裡就沒問題了 哎唷 圍巾真的轉出寶兵了 圍巾狂戰士阿 攻擊力12加2 準備熱血開尻了嗎 喔欸 結果這邊阿茲是轉出 英勇士阿 在這邊金冠趕快下 就可以用這裡步兵再加4攻擊力喔 就是一個8加9的英勇士 然後攻擊力 8加9 啊 看這邊 黃金黃戰士走得上來 哇你們看這個血量扣很快 打英勇士蠻痛的 但是英勇士的速度太多了 怎麼辦 英勇士直接走進來 想要做一個騷擾 而且這邊力量很大 這邊走進來會很難守喔 但是圍巾這邊肉馬也是殺了很多村民喔 圍巾也是圍巾的一個優勢 這邊趕快下城堡來守一下這個金礦跟木頭跟農田區 哇 這個城堡下的有點慢但是沒關係 圍巾還算是勉強持平 但這邊全部是抓掉的話 圍巾就會差距越來越大了 圍巾已經落後石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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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邊很多投資車也被拆掉 然後圍巾也在拆前線城堡 肉馬回來救一下 能救到嗎 這個肉馬要不要來拆一下這工程器 哇 沒看到 有看到了嗎 不看了 我這個已經直接分了四個出來 應該是拆得掉 還有再一下嗎 哎呀不太夠啊 攻擊力沒有點滿 啊 目前兩邊都非常的窮 阿茲這邊 經濟算偏好 但是他的經濟調控有點問題 木頭已經爆到400 那兩邊還是想要出去打奴兵嗎 看來是要轉兵轉戰矛了 哎這也是要打戰矛 已經灌一點下去了 等一下我們就來看這個戰矛射程 18 非常非常的遠 阿茲準備即將打一個正面 遠奴兵也沒在做事了 肉馬還在想要做騷了 這邊遠頭直接拆掉了圍巾的TC 哇這個拆得很快 倒 好 銀罐升好了 來看看這個戰矛 2加5 4加4 還沒身身為戰壕兵 哎唷 但是這邊 阿茲想要轉劍咬 裝甲布皮已經在研發了 補給 攻擊也按了 這邊肉馬一又在騷擾 而且效果還算不錯 圍巾的馬還是可以出的 只是量可以不用輸到騎士喔 肉馬燒羅還是相當好用的 可以補足一下 布攻文明的一個機動性的褲子 好 這邊兩邊是要打復兵大戰了嗎 這邊阿茲已經收好三攻三防 圍巾這邊 再雷啊 二級跟田現在才上 欸不對阿茲這裡也在跟田 技術也沒上 哇兩邊都是 我就覺得奇怪 為什麼打了五十幾分鐘 這兩邊這麼窮 原來兩邊都有經濟失誤啊 阿茲更慘的是 手推車也沒點 這個沒點對阿茲來說超傷的啊 雖然阿茲本身 採集技能就加三 但也不是這樣換了吧 阿茲這邊有大量的 狂戰士走出來 大概二十幾隻 狂戰士直接把遠投給拆光光 看這邊阿茲不敢上 英勇士覺得打上去會輸 狂戰士現在還是二攻而已 看來不知道打一個開命喔 在他上三攻之前先滅掉一些狂戰士 但阿茲這邊 居然是轉 戰矛有點意外 好那這邊 金瑞英勇士 攻擊第九加八的一個能力 那目前阿茲 好像沒有打算要打暴魯士囉 因為目前打狂戰士的話 暴魯士會非常非常好用 因為畢竟暴魯士打破兵 都是偶外傷害的 狂戰士走過來 三十六隻 要來正面大戰了嗎 肉呢還在自殺啦 但是這邊有長生準備好了 這邊金塊應該守得住 但是正面兩邊也就在旭兵 串民宿 木如前是圍巾的一個領先 但是三級伐木跟三級農鐵 圍巾還沒有點 這邊反而是先點下了三級二級的蛙巾 好這邊要再下一個城堡 那狂戰士還沒升為金瑞 那阿茲這邊 再等增兵技術好 我們要來暴魯士 暴魯士真的出咧 而且還是金瑞的 金瑞暴魯士攻擊力二十 對上狂戰士還沒金瑞 這是在蓋 金瑞還要三十秒 二十五秒了 攻擊一下十二加四 我們在這邊看到城堡的圍巾 應該是不會先衝出去 應該也出來等圍巾 這個金瑞好了之後才會打 在這邊突然走得過來想要打了嗎 欸很突然很突然 這是不是失誤啊 哇失誤但沒辦法已經太大了 哇這兩邊血量扣得很快 阿茲把一堆英勇士繞到後面 但是正面的暴魯士 快被圍巾狂真是給敲瓜了 哇塞暴魯士居然輸了 暴魯士的資料很明顯是不夠的 這個中世紀八大九的能力真是蠻強的 十四加四啊 進防才有五喔 這邊更多的暴魯士走過來想要敲這個圍巾的頭 喔 但抽得到嗎 暴魯士非常害怕 弓箭傷害 但暴魯士敲誰都很厚 連這個奴賓三下三棒就死 超級巨量攻擊 在上面這邊 狂戰士來吃掉這邊的英勇士 哇完美 英勇士沒有控完 直接十七隻 金瑞 圍巾狂戰士直接A光 不得了 不得了 戰毛兵 現在開始按 其實按戰毛的話 打這個暴魯士效果不太好 要不要直接全部按 狂戰士直接海過去了 麻頭直接一個炸 啊 炸了四隻左右的奴兵 等對方的戰毛數量也是蠻多的 這邊再出奴兵很不太好 但不存奴兵的話 這個狂 這個金瑞暴魯士也很難處理的 好 城堡射一下 哇 直接在城堡下面開戰 這個阿姿也算是 蠻有錢的 直接各種渡票 威京狂戰士 哇 阿姿也在城堡射一下 這邊按了超多隻的一個 圍巾狂戰士加弩兵的組合 我們阿姿這邊 戰毛硬點弩兵 但是這個弩兵 完全沒死太多隻 直接被圍巾射死了 這些戰毛 但是暴勇士這邊打圍巾 狂戰士還是非常非常的有用 靠了幾下狂戰士就殘血了 上面這邊城堡被偷襲 這裡有衝車在偷偷拆 但是被圍巾抓爆 我覺得狂戰士目前看起來是站上了上風喔 這些奴兵似乎對阿茲不太好去解 海綿村民術目前都算比較少 114隻跟108隻的村民術 但是這邊阿茲靜友好像快要好了 這是長劍兵 長劍兵好一段時間 看你是要專門打這個 圍巾狂戰士 這邊好像是因為城堡都快打掉的關係 只剩一個城堡 要再爆爆勇士有點困難 所以這邊先率先按下了長劍兵的升職 跟著想要轉殘劍 不然這邊不能城堡都掉光的話 就沒有城堡可以去出這個爆勇士了 好 阿茲二級艇還是沒有點 然後圍巾三級伐木三級艇也沒點 兩邊狀專注在打前線 這邊應該可以稍微快速加速一下 這邊應該可以稍微快速加速一下 好 裡面去了真的蠻多隻的 雙手劍兵準備要變劍勇了 來看看這傷害 OK 那阿茲這邊已經 升好了劍勇 劍勇攻擊力13加8 攻擊力21的傷害 哇 砍這個圍巾狂 但是效果非常好 但是還是很怕奴兵 阿茲這邊遺跡居然被撿回去了 阿茲這邊遺跡居然被撿回去了 好 這邊狂戰士在前線一直尻 想要去打這個 戰毛 但是這邊前面完全被 劍勇給砍光光啦 那怎麼辦 圍巾狂戰士 還有再繼續出嗎 再不出又不行 喔 又來一坨 龐戰士這邊來個硬尻 後面奴兵就在輸出 哇 那個奴兵射箭勇還是很快的 阿茲這邊 阿茲這邊 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雖然我在補均勻 但是這邊一直在爆 劍勇跟戰毛的話 是不太理想 看來不知道考慮一下 要選個什麼 奴兵之類的 或是大量投資車來砸 後面去土牛兵 這奴兵一直吃不絕掉的話 這個劍勇出再多 好像也沒法打出什麼東西來的感覺 哇 這邊劍勇可能很多的圍巾狂戰士 上面城堡被源頭丟 嗚喲 這個戰毛 又在硬點了 兩邊都是步兵交換 前面打得非常的激烈 哇 這邊一直尻 想要尻死 但是沒辦法 這邊劍兵 數量越來越少 戰戰寶還在點 防戰士想要放去A 但是這邊來得更多的劍勇 好 圍巾狂戰士這邊在打戰毛 那戰毛一樣在輸出 想要把這奴兵點光 那奴兵呢 速度上升一點點了 在家裡 城堡居 欸 居然被投光 啊 自己做城堡都沒了 哇 圍巾狂戰士 把這邊殺了紅 殺到血流成河了 奴兵還在補 但是劍勇數量還是很多 可二十幾隻劍勇 但奴兵的數量很少 已經沒有辦法對劍勇造成鳥殺的一個傷害了 哇 攻擊力33加8的劍勇真的很強啊 好 這邊要蓋城堡來做騷擾了嗎 終於要打多線了 現在兩邊都是一個單線作戰 騷擾的地方就是小騷擾小鬧 都不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重點 這邊肉馬也確實傷到蠻多村民的喔 這邊村民有五十九隻 喔 不是村民 劍有五十九隻 怎麼打 鬼精怎麼打 來了 這邊 劍勇直接過來 想要打一個前家嗎 會不會太魯莽了一點 好 但是上面露了一片肉馬 過來殺村民 目前阿智的村民一片落後 但是這邊戰狼射死了很多奴兵 哇 這個射程超遠喔 射程就是九啊 五加四的一個射程啊 這應該是這遊戲射程最遠的戰狼了 但是肉馬還在阿智家裡都騷擾 但正面 阿智受不了了 想要來硬拆城堡了嗎 好 竟然我走了 上來要來守勢城堡嗎 還上來先來殺村民呢 這個操作好像有點失誤 這邊家裡已經BBQ了 非常慘烈 家裡很慘 到處都有村民被殺 正面的部分要開打了 喔 維京狂戰士直接走到後台 想要來拆那個遠童 哇 兩童都被拆掉 好 那有一半的 維京狂戰士跑回來城堡下 但是不敵對方的阿智劍友 失誤太多了 但是阿智的聰明只剩63隻 維京這裡好100多的聰明 這是最後一波了嗎 劍友直接L上來 能不能 能不能殺完這一團 維京狂戰士呢 但劍友還在追 欸 城堡還沒掉 現在看守司城堡了 但城堡給的傷害非常巨量 這邊 劍友幾乎被揭滅掉啦 我們這邊出來 救一下城堡 哇 維京直接打出了 GG 副封大戰欸 非常經典 重點是這個 攻擊力真的太恐怖了 攻擊力21 對上攻擊力18的狂戰士 非常精彩 看得相當過癮 但維京這邊比較好利用自己的騎兵一個機動性去做一個騷擾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 相當重要的一個點 在打前線的時候 同時要去做騷擾 才可以 比較快擊敗對方 不管在什麼分散都是這樣子的 那這邊維京這個細節做得是相當好 但是 阿茲 阿茲的話 他的英勇士 因為要黃金的關係 所以就沒有一直爆 但我覺得他也是要爆 就是爆一些英勇士 然後去後面騷擾 雖然家裡都是一堆城堡 但其實阿茲 阿茲的英勇士 也沒有那麼怕箭矢 所以 這邊應該是阿茲的一個判斷錯誤 我覺得 你看他黃金還有4000多 要是把這些4000多的黃金 拿去打維京的一些資源點的話 那消耗到最後面的話 誰輸水運還不太知道喔 那阿茲這邊心態可能太早崩了 不然我覺得他其實是太有機會了 看一下數據的部分 那數據的話 其實 好像都差不多 實力都蠻相當的 好 生時代的話 算是阿茲的一個影韻比較好 好 那希望你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那如果 你覺得這個CEA觀摘比較好的話 請留言告訴我 還是原本的 觀摘系統比較好呢 如果看不習慣的話 我們還是會用原本的 那這一場算是 測試水溫的一個比賽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